美日飛三方巨手 南海獲成戰局 美日飛三方巨手 南海獲成戰局 日本和菲律賓的領導人 和菲律賓的領導人 菲律賓的領導人 已經完全被綁上了美國戰車 如果說不熄火不停下來的話 那可能真的會在南海 挑起全關事端 都不斷在威懾對方 雖然現在是一個非常危險 但也是非常微妙的一個階段 鳳凰聚焦 南海風急浪高 誰在攪動 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菲律賓在南海與中國的較量 達到多年未有過的最激烈的程度 尤其最近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在華盛頓與美國和日本 舉行三國的第一次首腦峰會 談及南海問題 菲律賓還聯合美國 日本 澳大利亞 剛剛在南海進行了四國的 第一次聯合軍演 甚至與美國從陸軍到海軍 再到陸戰隊同時開啟三場軍演 盤點菲律賓這幾個月 一連串的動作 手裡打的是什麼牌 而外援的介入 又會令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走多遠 陸佔在南海上空的陰雲似乎越來越厚重 局勢走向波軌雲厥 4月11日 美國總統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在華盛頓舉行 美日非三國首腦的首次峰會 這次會談主要矛定的方向 就是南中國海 而三國首腦首次峰會的消息 已經在全世界散播欲熱已久 今天我們標了一個歷史的時刻 第一次的領導者 聯合國、日本和菲律賓 這真是一個榮幸 我們在這裡開始了 這個新的關係 會談中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如願得到了拜登的承諾 他再三強調 美國對日本和菲律賓的 防禦承諾如鋼鐵般堅硬 且再次提及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儘管拜登沒有直接點名中國 但在目前南海局勢緊張的情況下 菲律賓對拜登的言外之意 格外在意 引發全球媒體更多的關注 正如我所說的 我所說的 任何的攻擊 上菲律賓船艦 在南海局勢緊張的軍隊 或軍隊 或軍隊 在南海中 會提及到 共同防禦條約 今天這個集團 是一個機會 去決定的機會 去決定的未來 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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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一旦打起來呢 我們都知道 在軍隊同盟當中 盟主只有一個 那就是美國 美國就可以迅速調用 這些導彈系統 你看它在日本得手了 在韓國得手了 在中國台灣也得手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菲律賓 但是要經營好菲律賓的話 它必須要有個理由 要有一個藉口 南海問題 就成了這樣一個 美國加以利用的藉口 所以它一定要把這個地區的 局勢太高 緊張的這個程度加大 它可以藉著這樣一些的機會 把菲律賓緊緊地拉在自己的旗下 三方峰會舉行前夕 馬尼拉爆發了抗議遊行 菲律賓民眾擔憂 政府與美國和日本不斷靠近 將把菲律賓拉進戰爭的深遠 4月4日 南海南部地區再現菲律賓的身影 中國海警發佈 菲律賓組織了多艘船隻 在中國南沙群島後藤礁 在中國鄰近海域進行非法活動 這座島礁位於里悅盆地南端 是石油富濟區 當天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 卡布拉號巡邏艦 和菲律賓漁業水產資源局的 拉普拉普號巡邏艦 掩護漁民船隻 在後藤礁附近海域 部署漂浮聚集裝置 中國海警稱 非公務船打著所謂 鋪魚幌子 非法侵權挑釁 但菲律賓卻指責 北京出動兩艘海警船 在南中國海 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 騷擾菲律賓漁船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發言人 傑伊塔瑞拉4月6日 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貼文表示 中國船隻在後藤礁 甚至以假裝準備發射水炮 來威脅菲律賓民 有分析人士指出 菲律賓漁船部署的 漂浮聚集裝置 本該用於潛灘捕撈 如今卻前往遠海區域使用 這些流制的漂浮漁線 極易造成海難 可以看在中非南海爭端 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 那麼本身又在一個 有爭議的海域你的漁民出現 那它本身代表的意義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 它本身還是利用不同的手段 就是要不斷地侵犯 中國整個海岸的權益 這個實質上是沒有發生改變的 今年以來 菲律賓在南海的動作 越來越多 元旦剛過 美飛就啟動了 為期兩天的聯合巡邏 引發了南部戰區的 高度戒備與警惕 1月21日 菲律賓一架小型飛機 向仁愛礁非法坐貪軍艦 空頭不及 1月28日 4名飛方人員 非法闖入中國黃岩島交盤活動 2月2日 飛方一艘小型名船 對飛法坐貪仁愛礁軍艦 運送生活物資 2月2日至9日 菲律賓海警9701船 多次非法清闖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 遭到中國海警驅離 2月15日 菲律賓漁業和水產資源局3005船 非法清闖中國黃岩島附近海域 2月19日 菲律賓與美國在南中國海 展開空中聯合巡邏 3月5日 就在雷蒙多訪問菲律賓 做出10億美元投資承諾的前夕 菲律賓擅闖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 附近海域 根據現場影像顯示 非海警4407號船 危險接近中國海警21551艇 並遭中國海警警示性水炮噴射 在菲律賓船隻接近過程中 兩船邊緣發生了輕微寡蹭 同時 非法稱中國海警船的高壓水槍 擊碎了其擋風玻璃 造成一名菲律賓海軍上將 及其4名水手受輕傷 此時小馬克思還曾向媒體表示 非中船隻最近在南中國海相撞 不是援引美飛共同防禦條約的時候 或理由 兩周後布林肯訪問菲律賓 向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傳達了來自華盛頓的堅定支持 這是為了我們跟菲律賓 和我們跟我們的 研究條約定制 包括共同防禦條約 文章4 光讓菲律賓往前衝的話 你不給他好處是不可以的 不給他好處 菲律賓可能也不太願意 那麼賣命地往前衝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 正是由於化了一系列大病 那麼菲律賓的領導人 像馬克思就認為可以拿到 這麼多的援助 拿到這麼多的支持來看 那我再往前衝 美國既然在外交層面 在安全層面做出了這種承諾 在經濟方面 又給了這麼多所謂的好處 那就是劃在這個紙上的 得到了布林肯口頭安全承諾的 菲律賓在南海的活動更加頻繁了 所踏擊的島礁也越來越多 3月21日 34名菲律賓人無視中方警告 勸阻非法登上鐵線礁活動 菲律賓它實際上 應該是佔了八個島礁 八個島礁當中 實際上是不包括人愛礁 也不包括黃岩島和鐵線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現在在動作的這些 都是它實際沒有非法佔有的 而且它為什麼會 這個範圍越來越大 包括上我去年就 預測到的可能會鐵線礁 甚至我認為未來有段時間 它可能在牛肉礁還會行動 它實際上是在 現在有爭議的 但它實際沒有佔有的島礁 來多點爆發 實際上對於每一個點 它的利益訴求又是不太一樣的 好比說人愛礁 它在非法佔有的情況下 它實際上是希望它能夠擴大面積 實現實際的佔有 那麼在黃岩島它實際上是 我們實際上是允許它在黃岩島附近海域 漁民重新回去捕魚的 但是也不能進入到西湖以內 這是一個紅線 那它現在主要是要闖入西湖以內 那麼到鐵線礁 它實際上是一個無人的狀態 那麼它現在就希望 漁民甚至軍艦上去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它在不同點 採取的策略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它就是在渾水摸魚 我每個點我都去觸動觸動 我戳一戳 那最後我實際上就擔心 也許哪個點上你顧不上 那我可能它就會實現一個實際的佔有 所以實際上中國作為藍的一方面 它實際上付出的成本和難度是更大的 3月23日 菲律賓直派一艘運捕船和兩艘海警船 闖入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鄰近海域 向仁愛礁非法坐攤軍艦 運送建築物資 其中一艘飛方船隻就是在3月5日 清闖仁愛礁的尤納渣5月4號遊艇 當時中方的水泡將其弦窗衝破碎裂的玻璃 劃傷了躲在船上的非軍軍官 這一次在中國海警船的包圍下 船上的人直接搖起了白旗 中國海警驅離菲律賓清闖船之後 在涉事海域安裝了浮動屏障 事後飛方稱又有三名菲律賓海軍士兵 在水泡驅離的過程中受傷 這一次 菲律賓及其盟友掀起了更大的輿論攻勢 美國務院發言人米勒發布聲明聲援 菲律賓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日本等國 也紛紛表態譴責 3月28日 菲律賓總統馬克思表示 要採取反制措施 還稱菲律賓與國際社會中的朋友保持溝通 菲律賓人不會屈服 非國防部29日接著說 不會因恐嚇而屈服於居高臨下的中國 還稱無法與中國談判 同日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表示 如果有菲律賓軍人因襲擊死亡 菲律賓可以援引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至此 南海局勢面臨重大危機 但菲律賓真的可以援引美非共同防禦條約嗎 美國真的會下場嗎 不可以的 因為1951年簽署1952年生效的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的話 它不涵蓋南海 包括黃岩島 包括南沙區 它不涵蓋這個區域 今天的話又把這個條約延展到南海 完全是美國在炒作戀一個概念 好像我有個條約 我有共同防禦 你打了我了 你欺負我了 那我美國就在上手 就在幫著菲律賓來打中國 來跟中國不管是海警 還是海軍打一仗 美國是不會那麼輕易上手的 美國現在來說的話 特別是在二戰結束以後 它一直在玩代理人的這種衝撞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看到在烏克蘭 那麼如果說 如果菲律賓相信美國這些鬼話的話 我覺得 那可能真的要衝撞起來的話 可能沒有什麼好的下場 美國是不會下來 清闖事件發生後 中國再提菲律賓違背承諾 中非雙方曾有君子協議 主要內容是 不加固仁愛礁坐貪軍艦 不在仁愛礁上修建設施 這一協議 近期也被菲律賓前總統 杜特爾特的發言人羅克證實 杜特爾特當政時 確實曾明確說 與中國當局在爭端海域維持現狀 但現任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斯 卻稱找不到菲律賓政府 與中國就擱淺船隻的地位 曾經達成什麼協議 甚至有菲律賓議員懷疑 對杜特爾特叛國要求立案調查 南海的複雜狀況令人擔憂 有評論認為 中非南海衝突的危險性 甚至大過台海 為什麼小馬克斯 一往無前地倒向美國 一次次清闖背後 又有著怎樣的政治盤算呢 以小博大後 小馬克斯依然在試圖表現他的強硬 3月31日 小馬克斯下令菲律賓政府 加強海上安全協調 以應對領土完整與和平所面臨的 一系列嚴峻挑戰 這項命令擴大重組了 菲律賓政府的海事委員會 增加了國家安全顧問 總檢察長 國家情報調節局局長 和南中國海特別工作組 該命令於3月25日簽署 並於3月31日公佈 雖然命令中未明確提及中國 但在南海局勢緊張的背景下 看起來似乎別有用意 第57號總統命令 它這個命令實際上 是一個內容很豐富的 核心的我自己認為 它是把很多涉海的部門 重新進行了一個組合 組合之後 實際上是加強了這個 像總統對於涉海問題的 一個直接的管轄權 那麼加強了軍隊和韓子媒隊 那麼對於涉海問題的 一個這個統籌和治理 那實際上某種程度上 是架空了外交的一些途徑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些動作 可以看出 第一實際上這個對於南海問題 菲律賓比以前要更重視 那麼第二個來看 它更多的願意採取的是 這種執法的行動 或者是軍隊的行動 來解決處理南海問題 而不是通過這種外交的途徑 這項命令中 有一條授權負責 執行海事任務的國家海事機構 接受國外來源的捐贈捐款 引發了小馬克思的姐姐 菲律賓參議員 伊美馬克思的強烈反對 在4月1日發布的一篇聲明中 伊美馬克思稱 行政令是特洛伊姆馬 他表示 在我們與中國的海上衝突中 情緒而非理性佔據了上風 這正把我們引向一條危險道路 其代價將遠不只是菲律賓的子孫 同一天菲律賓馬尼拉時報發表文章 呼籲菲律賓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 反對戰爭 菲律賓人必須帶頭反對 因為戰爭推手 希望看到戰爭發生在菲律賓 以菲律賓人的生命為代價 但目前菲律賓國內的民意 卻不容樂觀 對於菲律賓的民意 我想我是有一些擔心的 那麼今年來看 在東南亞其他國家 對華的重要性影響力 所以認可都在普遍上升的情況下 菲律賓的認可度是非常低的 而且實際上這種正面的認知 是在不斷地下降的 它的民調顯示 首先百分之七八十 菲律賓人都認為應該維護主權 那麼應該有這個決心一戰 但真正願意參加戰爭的人 又是非常少的 那麼實際上這種結果 我覺得有各種因素 有國際遊行 有菲律賓 尤其小馬克斯政府以來 他自己的一種自言自道 看到他去執法的時候 他常常會帶很多 這個國外的一些記者 然後他本身也會發布 很多的這種視頻啊 照片啊 當然我自己認為 他這個視頻 選擇的這個角度和結的這個段 它都是非常這個選擇性的 對於菲律賓民眾的對華認知 對南海問題的認知 這種誤導性 至少我覺得是非常大的 就在美日飛三國峰會召開的幾天前 4月7日 美飛日澳四國在南海舉行了 首次全面的聯合演習 本次演習僅持續了一天 演習內容包括反潛戰訓練 戰術演習 連線演習和攝影演習 演習當天 中國解放軍南部戰區宣佈 在南海實施海空戰備巡邏 其後南部戰區在南海 也展開了戰機巡邏警戒 海空聯合突擊 艦艇編隊戰備巡航等演訓活動 是美日澳飛四國這樣的 這樣一個聯合軍演 這個雖然規模不是很大 一共四個國家就可以說是五艘軍艦 其中還包括兩艘菲律賓的 所謂的巡邏艦 包括日本的驅逐艦 澳大利亞的護衛艦 還有美國的濱海戰鬥艦 但是這樣一個是開了一個 惡劣的先例 去年的話是海上 海上執法部門叫做海警 海岸警衛隊做的這種演習 今年就成了海上海軍 日本自衛隊 澳大利亞海軍 美國海軍的這個要關演習 美國的飛機也好 艦艇也好 特別它偵察船 偵察機過來之後 它不是光挑戰性的航行自由 或者飛行自由 它是在做戰場準備 在南海美國正在經營一個戰場 這個地區它收集這些戰場的 它租源就各種元素 那麼它就可以在一旦需要的時候 注入到它的打擊器程當中 注入它的導彈當中 使它導彈可以精確地飛翔目標 值得關注的是 通過4月11日舉行的 美日飛三國首腦峰會 日本正式加入了 美飛之間的同盟體系 日本與菲律賓之間的 部隊準入協議 日本為菲律賓軍隊提供 和現代化武器裝備等被提上一程 去年以來 日本和菲律賓的防務合作 逐漸加緊 那麼日本其實現在也是 把觸角伸向南海 比方說現在已經向菲律賓 提供了雷達系統 軍用雷達 這個推手是美國 因為美國推著菲律賓 推著日本往前走 日本正好借這個船出海 當然願意把觸角伸向南海 把商業利益也推到東南海 這幾個國家 除防務合作外 這次三國峰會 進一步加強了經濟捆綁 拜登宣佈了一項名為 PGI屢送走廊的投資計劃 囊括 能源 鐵路 港口 供應鏈 等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 幾個月前 菲律賓宣佈退出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對美國的馈贈表示歡迎 而在上個月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剛率領了一個貿易與投資代表團 訪問菲律賓 成員來自包括美聯行 谷歌 威士卡 微軟和私募股權 PKR亞太在內的 22家美國公司的主管 美國的公司計劃宣佈 對菲律賓進行超過 10億美元的投資 這些投資將擴展太陽能 電動車及數字化等領域 這些商務部長 給菲律賓一些好處 那麼我想這也是雷蒙多 實際上來弄實拜登的一些意志 來訪問菲律賓 對於雷蒙多的訪問 菲律賓駐美大使羅穆·亞爾德斯表示 菲律賓依賴美國及其盟友 在其有爭議的 南中國海勘探能源資源計劃上 發揮關鍵作用 他說 菲律賓謀求 從與華盛頓強化的安全關係上 獲取更廣泛的經濟好處 當下 外媒在紛紛熱炒 南海的經濟價值 稱這片水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漁業資源豐富 並且還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 還是每年價值 3萬億美元商品的海上通道 但據以往菲律賓 對南海經濟開發的態度來看 似乎經濟訴求並不是它的首要目的 照這個南海問題 它實際上是涉及到好幾個國家 那我們可以看到 上菲律賓本身從經濟利益來說 常常在南海問題獲利最少的一個國家 它甚至在這個南海爭議海域 沒有打出這個一滴油 那從實際的受益來看 好比我們知道馬來西亞 它實際上是在爭議海域開發油井 油田最多的國家 然後其次像越南 文萊都是這樣的 那只有這個小馬克思沒有 他一直也說我要進行油氣開發 那如果你真的希望進行油氣開發 然後我們當時中國對它 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那它實際上是可以有更多獲利的 那顯然我自己認為 它這個進行經濟開發這種因素 我現在來看它是比較小的 政治利益或許是馬尼拉最需要的 目前 小馬克思正在力推修憲 希望取消1987年憲法 對外商投資的限制 以及修改總統任期限制 而2025年 菲律賓將迎來中期選舉 政治緊迫性讓小馬克思 更為需要美國 以及國內民意的支持 對於小馬克思來說 他至少美方不要反對 那不要反對的話 那其實他就要更好的 要博取美方的這樣一個態度 他要尋求在南海無敵上 要順美方之意 對中方 就是說採取更加一種強勢的 這樣一個行為 可以說獲得美國 可以說是當選派的一些首肯 支持一方面 第二方面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可以說是去年到現在 小馬克思也是一方面 打造一個悲情人物 打造成了所謂的小國 對抗大國的 這樣一個所謂的虛假敘事 這樣的話 博取了他的國內的 包括民眾 包括一些強硬派的支持 包括選民的支持 他在這看來 有了一個選民支持的話 在菲律賓這種選舉社會的話 可以更好地為今後 擴大自己的政治基本盤 贏得更多的政治支持 也奠定基礎 美日非三國峰會後 南海局勢更不容樂觀 即將到來的美非肩並肩軍演 可能是對中非關係的 又一次重大挑戰 從肩並肩演習來看的話 它的規模 特別在拜登上台以後 越來越大 而且目的性很強 演習最好部署武器的 這樣一個使機 比方說把愛國者導彈 這個是在去年4月份 尖閉間演習 第一次美國把愛國者導彈 部署在東南亞 部署到菲律賓 那麼對地區影響來看的話 我覺得美國會加大在這個 與其攪局的力度 7年8月18號 戴維營 美日海三國峰會期間 就專門強調了南海的這個方向 那麼這個方向來看的話 它也知道國際時段 知道這個東南亞國家 跟我們的對立 所以菲律賓的現在領導人 已經完全被綁上門而轉出來了 如果說不熄火 不停下來的話 那可能真的會在南海 挑起相關事端 但是我相信中國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決心 維護這地區穩定 維護這地區發展 東盟國家也不是像菲律賓那樣 也會盡一切努力 維護南海的穩定 維護東南海地區的穩定 這是一個共同選擇 也是地區國家最好的選擇 菲律賓最近又得到了 美國高級官員一再重申的承諾 說如果南海發生武裝襲擊 美國會鐵地保衛菲律賓 在本就集合了朝韓 台海等等諸多的熱點 危險度已經在上升的亞洲 南海局勢的升級 更加令人擔憂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